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我们在《非诚勿扰》碰面了 他认识你以后 他就开始情结恋 你的脸长得像梁朝伟 眼神比较有点像 你跟郭老师长得挺像的 你一定也会成功 这就是他成功的理由啊 咱俩合作一个天路怎么样 青藏高原好吧 装不装 我一直绕着唱过兔鞋 当次梁春媒体 新春愉快 新年快乐 给你们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即将播出 敬请期待 欢迎来到 《非诚勿扰》 碰到vivo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 孟非 欢迎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200期是一个整数 我上次节目当中说过 逢整数嘛 都会给我们一种特别的一种感受 总希望节目能够在今天 有点特殊的地方 那么还有另外一层特殊的意思呢 是大家都知道 搬着职头算一算 明天就是大年30了 在这里我首先要代表我们栏目组 向两年来 200期节目陪伴我们走过的 全球华人观众 向你们拜年 祝你们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新春愉快 谢谢你们 我的两位搭档 乐佳老师 黄菡老师 也给观众们拜个年吧 我先拜吧 因为我比较没气势啊 你来压轴 就是当此良辰美景 愿家家有赏心乐事 户户都花好月圆 嗨 你们太过分了 都讲得这么好 我什么话都不会讲 讲一句比较实在的话 如果过年的时候 大家心情不开心的时候 把过去200期节目 重新调出来 从头到尾 再看一遍 谢谢 新年快乐 好的 那么又说到我开头那个了 大家都很期待 今天我们200期节目 来的那个特别的嘉宾 会是谁呢 好 我们掌声请出 好 我们在《非诚勿扰》碰面了 不容易 这个谜底揭开了 大家看到活生生的郭德纲了 我觉得好奇怪啊 像吧 上回孟非让我们猜是谁来 然后我就问她 是男的女的 她犹豫半天 这件事我确实没有把握 对对对对 我没跟她说过实话啊 然后我问她是哪个圈儿的 她说是更时尚圈儿的 时尚圈儿 这怎么结婚 也算吧 因为我今天穿了一条 鲍娃儿的秋裤 很高兴能在这个舞台上看见你啊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他喜欢这么说 而且我们在 我跟他在《非诚勿扰》的节目当中 也促成了一对两对的 不止两对 我们促成了三对左右 拆散了四对还 这样一弄呢 我觉得你把这个愿望 终于就在今天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那是 我们来一次正经的 太好了 这样吧 节目开始之前 先给大家拜个年 好极了 江苏卫视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给你们拜年喽 你这是要打人的 没有 热情一点啊 欢迎你 来 坐到两位老师中间 我终于可以坐着了是吧 是 我简直喜极而泣 这么些年有一座 是坐在乐家旁边吗 是 那个人连头发都没有 你说谁呢 可以了来来来 莫兄我们再次相会了 来来来来 黄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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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坐这了啊 我们的这个分工呢 看上去 原来说我们是三个人嘛 现在一看四个人了 那三个人的头发加一块 没有黄老师一个人多 好的 我们闲话少说 请祝今晚24位 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黑人牙膏送上清新一吻 让你亲亲最爱的人 双重薄荷的出众组合 激发冰凉 焕发清新 黑人双重薄荷牙膏 亲亲清新 我有我要求 杨帆2012江苏卫视龙年春晚 星光旱天 横龙启航 陶哲 李文 韩永林 纳英 孙楠 胡启志 蔡国庆 林玉春 张亮颖 小沈阳 沈春阳 陈野 郭德纲 于谦 汪明权 罗嘉英 刘谦 王彩化 保罗 METRO ESCOLA 2012年1月23日 江苏卫视龙年春晚 星耀全球 幸福领航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刚才说了大过年的 我们也挑几个女嘉宾 给全国的观众拜拜年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都有 祖国四面八方的都有 我们挑几个 5号 来自河南的 大家好 非常高兴 弄在弄参加这场节目 我和一号 萧绝 安丽娅代表 赫南一一朵 任命 向全世界任命 百念 祝大家在习令一念念 一饭逢顺 好事成爽 三样开带 四季发菜 乌福利闷 零六打顺 七行烹手 拔显果嗨 揪揪归人 是劝是妹 白痴克勒 千万幸福 祝大家在一会儿 越过越守护脸 越过越子敏 越过越待见 大家说 着不着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是被你训练过 应该是被你训练过的 这是河南曲团的吧 博士 我真相信你 这是中期十足啊 十几号 十几号 来 十五号 说到你的母语了是吧 17号 大伙好 俺是全国人的东北人 俺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少年 顺便来一句东北的二人传 小白鸟儿 好 掌声热烈一下 谢谢 众月里来世新娘儿 大家会唱吗 我们就算你 我们就算你唱完了 确实我们也听到 疑似东北人 差不多 差不多 24号 枪族姑娘 大家晚上好 我用老家的话 给大家拜个礼言 你看我们有来河南的 东北的 俄罗斯的 还有韩国的 还有我们的少数民族枪族的 祖国四面八方 世界各地的人们 欢聚在这里 我们非常高兴 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让 新上场的女嘉宾 做一个自我介绍 4号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少兰 来自海派亲口的八原地上海 今天郭老师很巧 我们穿的是情侣色 可惜我不是您的粉丝 不然我一定跟您下去 首先我先代表 上海的观众朋友们 祝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也祝《非诚勿扰》 在新的一年里收视长红 也希望郭老师 能够在新的一年中 您的相声事业更上一层楼 谢谢 判断 门 侠弄 这是孩子 龙龙可气啊 我 无聊会一个问题啊 你说来自上海的姑娘吧 对 我来自上海 你说你是海派亲口的 郭德纲不坐那儿 你是提这茬吗 我插一句 你确实很无聊 相当无聊 二十三号 大家好 我叫档玉 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秦皇岛 我名字的直面翻译呢 就是档的养玉 在这里我希望找到我 一见钟情的白马王子 但是我唯一不能接受 男生的条件是他有过婚史 在这里再一次祝大家新春快乐 谢谢 好 欢迎你们 希望你们都能够 更快地牵手行动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他们都将获得毕生缘 提供的毕生有缘 爱情海之旅 男女嘉宾同时获得京东商城 提供的时尚笔记本电脑两台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交流讨论 所好准备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我愿平衡 心底商量又爱心 称谓的姑娘都要嫁给我 真敬的四位老师 台上的女嘉宾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叫吴俊杰 来自上海 今年29岁 在新年来临之际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大吉 谢谢 吴俊杰 欢迎你 谢谢 大国年的捧着东西来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准备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今天有幸 能够签手某一位女嘉宾 那这份礼物就给她的 如果今天很遗憾 没有能够签手的话 那就送给心动女生 好 那我先 先给要么黄翰老师 能帮我拿一下吧 好 没问题 你放心 除外观上看像一双皮鞋 我能先帮你看看是什么吗 只要不是吃了都可以给她们 真能看啊 可以 只要过来 透着小眼啊 好 可以 谢谢啊 我都没看见 没吓上你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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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我一跳 好好好 来看看谈这24个女生 你喜欢哪一位 是来自百合网的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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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位女生对来自上海的 吴俊杰应想如何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3号 男嘉宾你好 不好意思 大过年的 让我把你给灭了 没事 没事 但是你太能说了 我怕我说不过你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谢谢 4号选手位 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怎么看你 我怎么看你 你怎么看你 我 谢谢 谢谢 因为我也是上海人 所以我会支持你 好 谢谢 感谢 你能一直支持到最后 跟他走吗 往下看吧 好 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看 基本资料 你帮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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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大家好 我叫吴俊杰 又是这家之行的理财经理 我平时的客户 主要是以阿姨妈妈们为主 也许是因为我迷人的微笑 也许是因为我和蔼可亲的态度 总之阿姨妈妈们都非常地爱我 所以同事朋友们都送了我一个绰号 叫做上娘杀手 但是每次来行里办理业务的年轻姑娘 看到我都会绕道而走 你好 小姐 需要干什么业务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她真的比我帅 我知道我是一个三部男生 长得不高 长得不瘦 长得不帅 可以说这是老天 给我的一场自然灾害吧 但是我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整天是乐呵呵的 因为我觉得办法总比问题多 任何事情都能够解决 老李还不买我 我很喜欢唱歌 高音部分是我的强项 你总结一下 你特别招那些阿姨大妈们的喜爱 你归纳一下原因是什么 我是我主宰 Vivo智能手机 杨帆2012江苏卫视龙年春晚 星光旱天 横龙启航 陶哲 李文 韩永林 纳英 孙楠 胡启志 蔡国庆 林玉春 张亮颖 小沈阳 沈春阳 陈也 郭德纲 于谦 汪明权 罗嘉英 刘谦 王彩化 保罗 Metro Escola 2012年1月23日 江苏卫视龙年春晚 星耀全球 幸福领航 我觉得主要有几方面吧 一方面可能对阿姨们的比较真诚 因为我觉得你对她们真诚 她们也会有反击真诚 比如说阿姨 她们女儿结婚啊 或者家里有什么事都会 给我吃巧克力啊 我先解释一下 孟非问这个话是有背后的含义的 她的潜台词是问 为什么你招阿姨妈妈的喜欢 而不招小姑娘的喜欢 但那是因为 丈母娘们都知道 其实不高 不帅 不瘦 对于日后的婚姻生活来说 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问题是 找对象最直接的 她不是丈母娘 她是美娇娘 台上这些美少女 黄老师 不高 不瘦 不帅怎么了 对 你看得罪人了吧 没有 我好容易来一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特怀疑 对 我一点都不怀疑 郭德纲的智力和理解力 所以就不必再解释了 我说这东西对生活来说 更没什么重要的 谢谢黄老师 谢谢郭老师 谢谢 你看我们都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我自己 谢谢 谢谢 18号 您好 都说人生如画 底色很重要 您这么乐观的性格 我特别地喜欢 那么对于我对您的这个评价 您是高兴呢高兴呢还是高兴呢 非常高兴 谢谢 这样说话都是郭德纲相声听过了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太性的消息 就是依我对他的了解 他说像您这样的性格 我是特别地喜欢 他的潜台词就是 不过你的人呢 我没什么喜欢的 5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在VCR说你就是擅长标高音 那我的特长也是擅长标高音 就是我想跟你 你们俩来试试 我想跟你挑战一下 PK一下 或者咱俩合作一个天路怎么样 天路 天路 要么青藏高原好不好 我就唱天路 就是最后那四句 是 这样吧 他唱那个最后四句 你唱什么 刚才你说的什么 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也可以 你们都把那个副歌部分 那唱两句就可以了 不是 我因为那个 就是天路最后一句 是难度最高的 然后我想验证一下 他道理 真的就是 是不是像他说的 擅长标高音 你离话童那个距离 别把我们那个给崩坏了 好 好 那我就开始唱了 这个因为今天 德纲大哥要来 我比较激动 就放弄他 哎呦 德纲大哥 好亲切啊 妹子 唱你的 有我呢 这唱之前 还是先表白一下吧 德纲大哥 就是虽然您不高也不瘦 但是我仰慕您一久 我对你们的仰慕之情 犹如滔滔江水 绵延不绝 更容易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来吧 来吧 德纲大哥 尊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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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好 好 哎呀 唱得真好 好 我可能今天这个 因为没吃饭 可能没劲啊 但是看你的了啊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呀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从此山不再高 路不再漫长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出发的 完了吗 可能完了 这个歌你给解来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水 还得撒个小布丁 好 你就到这儿吧 你来 盖你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 轻浪高音 我们不要听完整版的 你就把最 那就是青藏高原 那就是青藏高原 谢谢 要不要猜猜一个 还要再来一个 我让你一直 我一直让你唱的吐血 报警吧 我们推着喊救命个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短片 安安静静地听我和我的爱人 叙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而到了婚礼的第二阶段 我当然会恢复我炒闹的本性 我将会和我的爱人带领着全场来宾 带领大家一起跳起 兔子舞 让我们一起 嗨起来吧 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一点 阿Q精神的 银行里的阿姨妈妈们 也经常为我介绍朋友 可是相亲过后 大多数的情况 都是女孩子拒绝了我 我觉得不是我不够优秀 而是你们 我喜欢的女生是你的气质好 善良 温柔 可爱 具有稳定的工作 而对于女生的长相 我没有特别的要求 因为我是一个实惠的人 我自己的长相嘛 你懂的哦 谢谢 9号 我想问一下 你刚刚提到你的阿Q精神 但阿Q精神表现的话 它其实是有两种 一种是说 自己内心本身很强大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来对我 说三道四的 另外一种是说 我就像鸵鸟一样 把头插进沙子里 我不听别人的 我不需要外面的人的那些意见 你是哪一种 我觉得我属于就是 一方面就是会听一部分意见 但是很多时候 最后做决定还是我自己 我参加过很多朋友 同事的婚礼 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我不知道你们几位是不是 我参加那婚礼 从打那四姨上台开始 一直到最后那个婚宴前面 结束那台上的声音 就一秒钟都没停过 唱啊 跳啊 放那音乐 那一桌 那一大桌坐在那儿 跟傻子一样说不了话 就靠着一起 好吃吗 那音乐声音太大了 这个老毛 声音的问题 跟一小时候有关系的 他有的是要那个气氛 但关键丝仪 我见过特别离谱的 这嘴就没停过 而且这个静从养育之恩 这个角度切入 每次新娘哭得都不行了 一会儿我上去看了她一句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就算了 你到现在都没结婚 没什么的 你妈不着急啊 我妈也着急 然后我妈今天也到现场了 能不能 好 我们看一下 她今天特地来帮我也把把关 能不能叫我妈上来一下 来试一下在哪儿 在这这儿 你去哪儿老妈 来来来来来 来 站起来 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上来 我妈是退休以后 在外面一直打工 打了11年 在人家兴起宾馆 帮人家洗碗 就做计时工 然后她这双手 就一直浸在那个洗衣粉 洗结晶 然后这个里面 她这个洗的已经 医生说就是退不掉了 然后我觉得真的 父母都是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虽然大过年的 我也希望就是 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爸爸妈妈好 妈妈我爱你 我会努力的 10号 女嘉宾您好 刚才您在微信上里面提到说 您跟一些女孩子表达 您的爱意 但是没有得到他们的欣赏 您觉得是因为很多人 没有接纳您 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欣赏您 那您能告诉我 您身上哪几个地方 最值得人欣赏吗 哪几个性格的特点 我觉得一个是性格上 比较乐观吧 第二个就是在事业上 比较的有斗心 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比较的有憧憬 有特性 这种 好 来看朋友采访 小红是个很和善的人 平时和同志之间呢 也能搞好关系 小红这个小青年呢 是非常有诚信的 很负责论的 为人是很认真 很实在 吴俊杰这个人呢 平时抽烟 喝酒 脾气暴躁 你乱说什么呀 这些他都没有的 对啊 我就是想说 这些平时他都没有 今天就是我们的一个 激烈大青年子 在此呢也希望俊杰 能够在舞台上 找到心意的女嘉宾 我们们好 好 很好 非常好 吴俊杰最爱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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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这两句话 我听让你诗相曾志伟 最后有一个一号女嘉宾 灯还亮着呢 你的问题是 没事 没事 谢谢啊 虽然在台上没领走人 但是下期节目之后 你的邮箱公布在电视上面 会有好些人跟你联系 好吗 在那个里面 你找一下有照片的那种 叫上阿姨跟你一块把把关 我相信你的内心 确实像你说的 和你同事说的非常强大 而且你特别乐观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外表上不是那么的 引人注目 不会通过这个东西 立刻就获得别人的赞赏和欣赏 所以我们才发展出好多 内在的力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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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开始希望哪有老人 哪有十全十美的 就聊这么一会儿 我觉得小如挺好的 挺单纯 人挺干净的 顺便问一句 你这盒能留下吗 Latker 对 我还特别要说一下 因为当台看了一下 还有我们 很香 对 我们就觉得这人 真的是会过日不男人 对 这人 我以为你们俩看完之后 就心生 Är ignorant 想让他留下来 没 你这打算怎么安排啊 送给心动女生吧 哪有值得让你心动的 都灭灯了 兄弟 他选的时候吗 还有吗 你给个方案 你给个方案 兄弟 这也就是我夸了你几句 我留一半行吗 对呀 对呀 听东老师的 这又帮不了你 那就是那半是他的 你要问我也就是这个下场 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俩分东西这活给他 不是啊 他要送给心动女生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你告诉我们 你的心动女生是谁啊 来看大屏幕 他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个 4号 你看看 来来来 拿你的东西 谢谢 你知道里边是什么 哎呦呦呦呦呦 太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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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还是想 我自己唱歌过去吧 不要放那个可惜不是你 那你可以 我有点伤感 好吧 人家都唱两年 也没人提意见 我用一首歌是永远唱不光的歌 好的 来 我们听一听 我人平好心地善良又爱心 村里的姑娘都要嫁给我 我人平好心地善良又爱心 村里的姑娘都要嫁给我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再见 我工作上和生活上完全是可以说是两种人 在工作上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是比较的沉稳 比较的认真 因为作为银行的理财经理嘛 确实也需要这样 然后在生活上呢 我有一点的小小的十三 北方人说起来有点二 因为我觉得既然生活就是生活 工作就是工作 开心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瓶老酒一样 是需要去品的 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到我的好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解决问题 不能只做表面 肚子不舒服拉肚子 不能简单止线 关键治肠炎 康恩贝肠炎宁 中草药成分 从根源治肠炎 帮你摆脱腹痛 腹胀 腹泻 康恩贝肠炎宁 杨帆2012 江苏卫视龙年春晚 星光旱天 横龙启航 陶哲 李文 韩永林 纳英 孙楠 胡启志 蔡国庆 林玉春 张亮颖 小沈阳 沈春阳 陈也 郭德纲 于谦 汪明权 罗佳英 刘谦 王彩化 保罗 METRO ESCOLA 2012年1月23日 江苏卫视龙年春晚 星耀全球 幸福领航 大家好 四位老师 现场议题嘉宾和观众们 大家新年好 我叫吴徐东 今年32岁 来自江苏江英 吴徐东 欢迎你 你为什么那么看着我的眼神 有点不太好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放松 你的礼物在哪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没带礼物 我给你报告一下 不是 都有人带礼物的 不是都有啊 对 不用紧张啊 不用紧张 不紧张 不紧张 我觉得他已经被你们给吓到了 被谁吓到了 那个我在看女嘉宾 他说了三遍我在看女嘉宾 来看吧 大大方方看 看这小伙子长得多帅啊 24位女生对吴徐东印象如何 请考虑 吴徐东来自新浪微博 请选择 谢谢 那个老郭女生第一次来 我要跟你说一下 你看24盏灯全都亮着 这就说明他们对他 都有好感是吧 对 你看大家对你都有好感 你都没带点礼物来 7号对他的印象 我觉得男嘉宾你长得真精热 还有那个刚哥欢迎你 哎 谢谢啊 他一直看着我发的精神 8号 8号 我发的精神 我觉得他身材很棒 身材 也就普通吧 我替你客气客气 没有乐佳老师哈 他说什么 没有乐佳老师哈 没有乐佳老师哈 9号 小了 小了 你上次签到你小了 是是是是 9号 4个字 仪表堂堂 再说大过年呢 就当我们24位女生 送你一个希望吧 希望你牵走一位女生 然后去爱情海 谢谢你 24盏灯亮着 就意味着 你要待会儿戴口有女生啊 你就会获得毕生缘提供的 毕生有缘爱情海助旅 好 我们来看他的短片 大家好 我叫吴徐东 目前在自来水公司 从事基层营销员的工作 我工作的主要职责 就是抄水表 收水费 但是跟大家想象中 不一样的是 我们公司是通过电脑采集数据 通过银行卡直接代扣水费 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 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 我父亲因为一场车祸 而离开了人事 本来我准备在南京矿业 当时我母亲一方面 是心里面受了打击 另一方面 她得了那个白细胞 偏低震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梦想 但是当家庭需要你去承担的时候 所有的理想和梦想都不再闪耀 我依然决定回到家乡 最困难的时候 每天上下班要三个小时 回到家还要给母亲做晚饭 煎中药 那时候我觉得特别苦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 我终于把它撑过去了 现在我的母亲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家里的生活也蛮好的 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有希望 1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和你有同样的相同经历 就是我父亲在03年时 因意外去世了 我觉得我幸运的是 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妈妈 她是一个很乐观 很坚强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我觉得在这边我想对我妈说一声 妈 辛苦你了 我爱你 我们都爱你 在这边我也想对你母亲 就是对阿姨说一声 天下的妈妈都是最棒的 加油 加油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说那个05年的时候 本来是想来南京创业的 对 因为呢 当时事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当时05年的时候 南京有一帮同学 我们就是特别有激情的 一帮人都是 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个 电子商务互联网这一块 当时特别想创业 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当时已经考虑了很多很多事情了 已经规划了可能有三分之一了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父亲去世 这个意外 就让我导致了 所谓的规划就打乱了 当时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马上回到母亲身边 因为她身体不好 就是那时候我记得 她就连那个爬楼地的力气都没有 就是每天都是在家里 就特别难受一下这个事情 好 了解 就是家庭的这个变故 把她的职业的规划给打乱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情感经历吧 我的情感经历 既简单又复杂 跟同一个人谈了十年的恋爱 结婚后一起生活了五天 她就出国了 一年之后我们就离婚了 我们俩当时是在外面上认识的 见面之后 两个非常好 于是决定终于下去 她家里一贫如是 我决定主动提出来 每个月跟她寄生活费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 她研究生毕业 她给我分手的理由就是 觉得我窝在一个小城市太窝囊了 没有什么事业心 跟她理想中的男人相差的太远了 在分手后的三个月 我一下子瘦了三十斤 每天都睡不着觉 后来我请了两个月假 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再加上同事 朋友和母亲的鼓励 我终于走了出来 现在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出发 寻找我的幸福 我是一个向日陪险的男生 所以我希望我的理想女生 是一个向日陪险的女生 这次我参加《非诚勿扰》 就想找到我的向日陪女孩 你在这里吗 现在这个事情你回头去看 你有没有觉得当时 你是彻底被你的前妻欺骗了 你会不会这样想 有没有被欺骗的感觉 有一点点 为什么说只有一点点 因为周围的人都说 是她一直在利用了我十年 那是周围的人说对你的影响 你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只是因为 可能她出国之后 就是接触了外面的世界之后 然后她想走得更远 十年异地恋 你们见过多长时间 加在一块 加在一块 我们现实中相处过的日子 没有超过三个月 大概每年八九天的样子 一年八九天 十年 你们离得很远吗 因为按照我的 北京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 这样一种交通条件下面 这也不是一个特别远的距离 这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经济上 可能会有点压力 然后一个就是 她这十年来一直在读书 现在还在读 然后这十年钱都是你给 大部分都是我给 然后结婚五天她出国 对 她就回学校 你们十年见过三个月 然后还是别人跟你说 我被欺骗了 她并不这么认为 她有没有提出过说 这十年时间里面 对你是一个耽误 所以我决定要怎么样 她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就是以后有机会 会补偿我们 就这样 那就是客气 客气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狭义美从土狗背 复心多时念书人 很不幸 你中奖了 但她不这么认为 只是因为周围的人这么说 她才觉得有点那个什么 我其实特别特别 想问你一个问题 但是我就是担心 节目里面不能问你 你不要问了 我知道你猥琐的脑子里面 在想什么 不要问了 但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 我也想问 我不会问的 你们到底想问什么呀 我们决定派郭德干来问 好好吃 杀 这样吧 我这样吧 这个房间里面 有一个女孩 和你过去的经历 没有你那么的悲催 但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 据我所知 寒冷 似乎你在前一段婚姻当中 和你的这个前夫之间 你们两个在一起聚的时间 也是不多的 对吧 所以当你听完她的这个故事以后 你现在想分享一些什么 我觉得那个女孩还是爱她的 只是这个女孩就是 因为这个男孩 据我现在的感受 她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然后她又长得这么英居帅气 任何一个女孩不可能不爱上她 但是这个女孩在爱上她的同时呢 她又纠结于自己理想 和自己事业的发展的 这种两重抉择 在这个两重抉择当中 她可能是一直在纠结 有可能是在这十年中一直纠结 你是不是看小说看得太多了 我是这么感觉的 您认同不认同是你的 对不起 10号 男嘉宾您好 您好 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 非常非常单纯 简单的人 这是我的感觉 要这么说我 因为我 您跟她交往了十年 但是最后这个女人 跟您结婚五天之后就离开了您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 我实在真的很不理解 为什么您会决定 跟这样一个女人结婚 您还说您 我也不想在事先之前 凭任何主观的个人的概念 来预设一下 这个人在道德上是好或者坏 因为很多东西 不是当事人很难来评论 但是以常人的观点角度而言 有一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理解的 就是当她决定跟你分开 离开了以后 她对于过去的十年 她有没有什么说法 你要明白这十年当中 你们的经济不是独立的 是你一直在资助她的 她的核心关键点在这个地方 她的说法是什么 郭老师 您认为呢 我体能难受的 说句良心的话 真是个好人 21号 我觉得男嘉宾你很傻 但是我又特感动 我觉得你很真诚 然后很善良 对爱情非常认真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角色兑换 如果说这时候是一个女性 如果说她花了十年时间 然后为一个男性付出很多 那这个男性到后来可能 比如说出国也眼界更开阔 学到更多东西 那她会不会选择 也是放弃之前的感情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不会放弃 我会把她接出去 好 因为我男女情况不太一样 我家里情况比较特殊 然后 谢谢 好 我们来看她的朋友评价 小吴是我们这里功能的好人 她不为财 不为色 只为情 相信各位女生 学更为她的女生 一定的白头先 生活的女生是个热爱情 享受生活的女生 她在养生方面特别注重 喜欢吃酸奶 土豆泥之类的 小吴是个好男人 只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但是呢 今天我要抱一些 抱一些她的小怪癖 是什么呢 就是她对短头发特别感冒 千万不要拿这个跟她去开玩笑 她很感冒的 最后留灯的是1号 我还是那个问题 你有问题吗 其实 其实我觉得我很 我不想说话 我比较感兴 好 1号留灯表明她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 牵着她从这儿离开 如果不愿意 你表示一下感谢之后自己走 谢谢您 我几句老话说得好 一物找一主 严谨地出拉了骨 一路宴席捆带 一路宾棚 一路玩意儿惊动 一路主顾 别着急 有属于力量 按你说法就是缘分还没到 会有这么一天的 好吗 谢谢 我觉得吧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信任 相信别人的 每个人都应该是善良的 不能把人都往坏处下 但是尽管我们愿意做一个善良的 帮助别人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自己得是一个聪明人 对别人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 找一个就在身边的两个 可以好好过日子的 正常地相处的 开始你新的生活 你真的要问他 能不能念在十年的恩情上 请你告诉我 你觉得我这个人身上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促使你离开我 你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 那句话他说出来的一定不可信 在我看来 他说过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了已经 然后 他聊了十年 最后说没有共同语言了 我想问问那十年我们在聊什么呀 好 好了 你真的要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 学会识人 再见 谢谢 再见 现在我肯定不再是像年轻时候 那么冲动了 很多事情会比以前更加珍惜 更懂得包容 真要有异地恋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反正肯定是在三个月之内 就要决定是你过来还是我过去 不要有相隔千里的那种啊 爱情 太远 太累了 小伙子是多好一个人呢 我都找不着一词来总结 他最后给了我们一个 聊了十年 那女的最后跟他说 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他姓了 他聊了一年 他都没看过照片 没跟你说嘛 也许那女孩长得个乐家似的 我这么一说你别忘了这里听啊 幸好没长你这样 你别拉手摸我啊 你要干嘛 我喜欢摸你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您好 我是从韩国来的 原来喜欢中国的李文宗 我今年30岁 现在在北京工作 认识你很高兴 李元忠 欢迎你 来自韩国的朋友 韩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什么 我们在韩国国念的时候 一般对比我老的人 有一个东西做的 所以我现在如果考虑的话 我想给黄寒老师看看 我可以做长辈吗 我很想我的妈妈 他很像 很像 谢谢 来试一试 我先要说一下这个李同学 我就不大懂韩国的礼仪 所以如果我有失礼的地方 还请您好好看一下 你看这两个客气劲 喝下来 你喝下来 来试试吧 我们看一下电视剧里边 我也没看过啊 新年好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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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 这个太隆重了 真是真是这个 我真不知道应该 我问一下 那长辈应该是怎么回礼 老孟提问一下 这个只是对女性长辈量 长辈 长辈 对对对 你没你什么时候 男性长辈 跟你没关系 黄老师 请说都需要的话 我要怎么回礼才是不太失礼 长辈不需要还礼吗 长辈不需要 掏压岁前就可以了 你准备了吗 你借我一个 我要有的 你先 好好好 谢谢 这个 咱们国家也是这样 跟长辈也磕头啊 对对对 传统礼节这是 韩国也是一个 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 我跟你说一下 那20号 20号 韩国人 老乡 你好 你好 你不用翻译 他是韩国人 懂 好 你看看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好 24位女生 对新上场的韩国男嘉宾 李元忠印象如何 请考虑 李元忠是来自百合网的男嘉宾 请选择 16号 那个红配绿实在是太打眼了 他哪儿就这么一点绿色 就这么一点都不行啊 好好好 好像在赚全 14号 你对他的印象 我觉得男嘉宾蛮有亲和力的 我觉得我就没看到一个人 比你还有亲和力 好 我们来看看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从韩国来的大丈夫李元忠 我之前在美国 比利拼 还有北京 还有布什科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 一个美国国际学校 我非常爱开玩笑的 但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感觉非常重要的是 说合适的开玩笑 因为常常你跟外国人 开玩笑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他们的问话的话 你开玩笑了 但是他们大概能生气 你说的什么呢 我们的大公司 常常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候我进去以后 我突然唱歌 我突然跳舞 所以他们开始一气味小 我自己很骄傲 好 我能开玩笑的 关于开玩笑这事 我很认同你的说法 的确是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文化 在跨越那种文化背景的时候 有些玩笑 除了会让人生气之外 起码也会特别冷 要不你试一下 说个什么笑话看看 他们那会哭吗 因为现在我非常集中理解 因为你们说的话 所以现在我有点紧张 但是我感觉让别人 想的是一个最难的事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 你在说全世界最难的事情 还说得这么紫色跟卓越 你知道吗 你尽管放松 斯密达 你看看 这是来自韩国的著名相声演员 郭德高 你比如说可以拿孟老师开玩笑 我会翻脸 你 我这个人心而小 我会跟人翻脸 是 我能跳吗 可以 跳的时候是应该有意思的 是不是 可以 可以 你想跳是吧 音乐没有吗 音乐 要把我跟跳笑了啊 不好意思 谢谢 15号 你为什么摇头啊 不好玩 不可笑我觉得 摇头咱们两个PK 来 来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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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号有请 他其实就是想自个儿出来玩 2号 谢谢 15号 谢谢 谢谢 8号 你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你想上台跳吗 可以啊 没有啊 这是一个舞蹈节目 我向你隆重汇报一下 您快点 韩冷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广东省社科院的 著名的杂志编辑 也是个博士 哎呦 你觉得你跟我们德纲哥哥 比哪个像大丈夫呢 对 当然是郑老师 我感觉我一次看他的时候 因为我非常喜欢三国演艺 中国故事的 他好像是我的影像的张飞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 哎呀 我的妈呀 有人这么说过吗 不像 不像 一点都不像 不好意思 我非常喜欢张飞 我告诉你 他演过一个电影 三国的 你自个儿说 我演过曹操老师 这是致笔 致笔香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什么叫 致笔 没看出来 致笔 好 十二号 为什么现在选择来到中国扎根 然后你喜欢北京的什么吗 我不是亚洲人嘛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文化差也不太多 不太大 还有我原来喜欢中国李元宗 所以这是我的理由 好 来看下一个片子 我2007年第一次来北京以来 就能说你好 比如说我去餐厅的时候 我没知道怎么说鸡肉 怎么说肉 怎么说猪肉 但是我订菜的时候 很多才没能模仿的 我想吃一个新的菜的话 我必须学中文 我来中国以来 一个是让我有点吃惊 中国的老人 爷爷 还有娜娜 他们是都很尴尬的 每天呢 我就看他们做太极的 还有晚上的时候他们一起跳舞 这个是让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想测试一下三位老师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太好了 刚才那短片里边 我们假定知道三位英文程度得很好 我们假定你到了国外 一个英语单词说不了 到了饭馆坐下来 点东西 前提是不会说 说不了 你给服务员 微头过来了 拿一东西给你 你就要开水 但是不知道怎么说 得通过比划 他是大公斤 蛤蛤蛤蛤那样 开水 你们三个演示一下 比划一下让服务员知道 你要开水怎么 黄老师开水 给你一杯冰水 我说你要开水 给把扇子 给把扇子 你这个人就几分了 我就喝冰水 我也喝冰水 万一那几天不适合喝冰水呢 对吧 好 这男的 你这个很阴损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喝哗啦啦哗哗哗哗哗哗哗 等于以为你领到厕所去 你比划一下开水嘛 那就比一个好一呼 哎 哎 这就是四面 那这样还有办法吗 拿瓶水 然后 开 开水 老样也都明白这个呀 开门不怎么做 开门不怎么做嘛 他又不念开 对呀 老外又不念开 我忘记这茬了 我忘记这茬了 5号 你好 你好 哎 那个我想帮你一件事情 就是提高一下你的中文可以吗 我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 我给你一个笑话 好好好 好就是 你确定好笑吗 因为你德纲大哥在这儿 他笑点比较高 假如你和孟非老师打开一扇门 走到一个屋子里面 然后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水果叫梨 你知道梨吗 水果 我姓梨 水果是一个吃的水果 就梨 梨 就很大很大的 是 是 是 然后呢 孟非老师看到这个梨之后 说了一句话 那么猜一下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什么 他能猜得出来这个 他是韩国人吗 意大利 你能猜出来吗 意大利才说了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这是意大利吗 这是河南的笑话 这是河南的还是河南的啊 你家乡的啊 你知道为什么叫是意大利吗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就是对我老师不认识了 他的幽默感发作了 是这样解释的 来 来 来 你说 这孟非老师说 意大利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 来看他的朋友采访 在我的人生下我探过三个 四个 四个女朋友 四个 四个 我不确定了 四个女朋友 三个女朋友 美国的女朋友 谢谢 中国女孩子生气的时候 不是说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他们就是你为什么做这样 就是很酷的 我觉得 所以如果以后我有中国女朋友的话 他们大我的话 我能理解 但是不要大我太厉害了 我看了一个中国剧《一天突然记》 周杰洛他一喜欢一个人的话 他不改变 他以后成为有点不好的人的理由是 都是因为张无忌背信他 所以如果我能跟你成为好的关系的话 我抱着你 我对你好好 他这个 他这个 老郭要说什么 他这威斯亚吓我一跳 听他自己说了吗 我也是韩国的女朋友有了 美国的女朋友也有了 杰克的也有了 都有了 就是在那一段 就是说到那一段的时候 灯都差不多灭了 哎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连一号灯都灭了 你是长明灯啊应该 2号是你提醒的吗 我这研究中国外国国际领域不涉及 对 他说不适合跟国际有人恋爱 就是我估计吧 中国的女孩 听到你前面这个丰富的人生啊 你以后的女朋友弄一块 像联合国开会一样 美国的有了 杰克的有了 中国的有了 韩国的有了 对吧 好 希望你能够在我们节目之外 能够有人 很多女孩跟你联系 好 谢谢你 再见 一个我没想到的是 我们参加的女嘉宾 没能理解我的游牧的 我其实交往过的女朋友是三个 还有我跟她们交往的时间是 都是有点长的 三年 五年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的错误 我没想到的 我喜欢我原意严重的 还有严格的关系 跟朋友还有跟女朋友 有信息的关系 这个是我非常想 非常是重要的 我今天非常享受了 谢谢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200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不不高 微博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百合网或者珍爱网 新浪微博 QQ嘉宾 腾讯微博 报名来到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推走你们的信息 欢迎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郭老师 郭老师 你好 文汉老师 你们新年快乐 好 新年快乐 我叫王宇坤 在北京工作 见到你们比较紧张 谢谢 我们也很紧张 王允坤 欢迎 看这场场 四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一般晚上睡眠都不错 昨天晚上睡眠特别特别差 半夜爬起来四次 到洗手间里面去哭 原因就是因为 昨天晚上看了你一条片子以后 我想起了很多 不幸的童年的往事 谢谢 还客气呢 想起你哭四回年谢谢 郭老师 哎 听着来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都在听你的相声 不听睡不着 听完了哭吗 我再跟你讲 然后我就想起 今天郭老师要来 我相信郭老师的人生 毕竟人生还要悲惨 我就哭得更惨了 24位女生 对新上场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考虑 好 请选择 谢谢 17号 我觉得他好壮啊 撞又不好 你要像相片那样的男人吗 因为有一个互补的问题 就是个子高的 喜欢个仔的 然后胖的就喜欢瘦的 就是这样 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Terra 这一期之后 双河的 没有 一带 我在在里łe 这里 找到 全国 放学回家吧 我一个人走 因为没有 爸妈的节奏 我生六岁那年来已经 为我未来生活开始打拼了 我睡过马路和别人的欺负 多少个夜晚我肚子流泪 我累到了乐器店了 这里老板对我不错 在这里我也是主人了 我像有个传说的家呀 体会那幸福的三点孤狼 我会在计划着我的未来呀 可是我想有个家 歌很好听 我们昨天看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感动 问一下这歌谁写的 我写的 原创 原创歌剧 写过很多这样的歌吗 特别多 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 也不是 觉得放在这个节目里边 这首最适合 合适 看得出来在北京挺苦的 非常苦 用最简短点跟我们说 最惨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最惨的时候 睡那个天安门的 有那个边上有那个椅子 因为我在那个新街口找工作 北京有那个木班车 已经很晚了 我就在那个椅子上睡了 没办法回家 我的家在通线 然后早晨的时候比较冷 冷就是说起来 绕着天安门跑一圈 我印象我当初好像看了一篇报道 看得不是很全 好几年以前 大概是讲的原来小时候 你在学艺的时候 好像要走回 从天津 好像要走很远的路 到很多地方 有一个就是 不是在天津 就是在北京 所以是每天早上学艺 也是黑屋子回来 当时也没有人给很多 从北京城里 走到北京大兴 有过什么一个经理 挺不容易 我能理解他说的这个 但是回头一看 也感谢苦难的岁月 谢谢哥老师 现在我们看到不错 小伙子把他打工的 那个店买下来了是吧 对 我倒是挺好奇 这段成功的 就觉得两年的时间 我在打工的时候 老板就是最后出国了 然后他看我小伙子不错 他也没有管我要钱 说你什么时候挣到钱了 什么时候给我 店由你经营 然后我在两年的时间内 就给盘下来了 就是买下来了 把钱还给他 我们编导采访他的时候 跟他听他说起过 一段救人的故事 是那个 你愿意告诉我们吗 我在鼓楼开车回家 我喜欢凑热闹 路边有很多人围着一群 我就车停到对面 我就下去看 有一个老人 大概有个50多 心脏病突发 出沫了 我没人管 然后我就没想多 我就把老太太抱下来 我说打车 送到医院 然后车没人理我 因为老太太那个墨儿 已经一看就像有意外 不行了 出租车都 不转 对 我说那没办法 只是我拉走吧 然后我就送了到鸡水餐医院 然后救他 我失去了妈妈 我就不想让世上的每一个人 都失去妈妈 既然我救了他 我就要让他的孩子拥有他 我刚刚听到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郭老师身体潜心 表现出来了前所未有的专注 如果不出 如果没有出错的话 应该是和郭老师的一个 亲身经历和体验 有着很强烈的 这是另一个事 我刚才是想纠正它一句语病 你应该说 不想让别人失去妈妈更妥贴 而并不是让每一个人 都失去妈妈 不过你说这个 跟他讲的确实有一事 我母亲也曾经在街上 买菜摔倒了 摔倒了 30分钟都没人扶起来 希望天下所有的母亲 所有的人都能平安 你有写给妈妈的歌吗 有 你愿意在这唱吗 现在 我愿意 一个失去家的孩子 流浪在这路上 一杯孤独的酒 一个孤独的人 她渴望能有一个 幸福温暖的家 她不希望她是个孤儿 妈妈 妈妈 你回来吧 你是否听到我在 为你大声呼喊 妈妈 妈 我是一个没家的孩子 妈妈 我是一个没妈妈的孩子 妈妈 我是一个没妈妈的孩子 我是一个没妈妈的孩子 谢谢你们 我看刚才那首歌唱的时候 16号哭得好像很厉害 你有话要说吗 没有 我觉得 就是在北京特别地辛苦 因为在那种干净金属的森林里面 你就像一个小动物一样 你有点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你自己的一条路 你就会走得特别地好 我想像郭老师这样能成功的人 我觉得你跟郭老师长得挺像的 你一定也会成功的 这就是他成功的理由啊 就长得像郭德纲就能成功啊 好 来 我们来看下一条片子 在我前年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姑娘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 她比我大六岁 又是生活在蜜罐子里的北京女孩 又是名校的高台生 我们的年龄不般配 学历不般配 家庭条件不般配 成长环境也不般配 她的妈妈不同意我们 她的朋友也不同意 她也就动摇了 可是在她的身上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我很爱她 也很痛苦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是她说我对的 我充许让你问这个小学问票 我喜欢写故事 可是故事里有很多汉字 我又不会写 也只能用披音代替 如今呢 我也有时间 就会去私人的补习班 去补习文化课 现在的我 已是初中到高中的文化水平了 我也不那么害怕大学生了 我理想中的女孩呢 不希望她身材有多好 也不希望她有多漂亮 因为太漂亮的我也看不住 每天问这问那的 也挺累的 我喜欢白白胖胖的 喜欢她有思想 有责任心 持家 皮好的这么一姑娘 12号 我不能说我完全理解您 但是呢也是昨天了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在北京这样子打拼 我们应该需要的一些素质 我做人一向就是诚信 仗义 对 我答应别人的事绝不实验 谢谢 谢谢 你要让人分享那种 经历过磨难的人 我觉得真的有一句老话 因为郭老师有很多老话 我想起来一句话 是我当年有人跟我说过的 在我像他那么年轻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完的福 没有吃不尽的苦 一个相差那么大的 跟你各方面条件的去 差别那么大的女孩 你觉得她是为什么 特别乐意跟你在一起爱上了你 她是到我店里买琴的 我为了她 每一个到你店里买琴的女孩 都爱上了你 不是 为你拿下 不是 然后我给她唱了一首歌 她想跟我学集的 然后她就问我 你去过香山吗 其实我去过 我说没有 还是个聪明人 这比上一期那个 我爱巧克力那个好 完了她就带我去 结果就认识了 这是说你们的恋爱经历 我是想问她 你觉得她爱你身上的什么特点 她说她喜欢我有才 你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 是你承受的社会压力更大 还是她承受的社会压力更大 我 是你更大 对 你有什么更大的 好 来来 你来 她说那个 对方是一个大学生 对 那你觉得她的压力 比那个女孩压力大 别人说她会说 不不不不 我觉得乐佳一贯的逻辑 我当然能同意你现在的判断 我明白你 我明白你的想法 当然你一贯的逻辑 你应该觉得是她更大 换到是我 我就会觉得我压力很大 我带出去一个 我小学文化 我带一个女朋友是大学生 我什么压力 当然她也有 女方也有 她也有她的朋友圈子 对不对 你找一男朋友是个小学生 双方都有压力 没什么 我也没念过大学 我也没念过多少书 大家从一步一步地奋斗 一样好好为人民服务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谢谢 你就讲这种吸不垃圾的话吧 我就问你吧 你如果现在在找的话 你的模式 你现在寻找的 你凭什么说我蓄不垃圾的呀 好 你继续说 你们这个节目内部也不合 是 你才看出来 我才看出来 我还以为你们挺好的呢 还剃得情侣头 我跟你讲 本来我跟她关系很好 但自从她认识你以后 她就开始移情别恋了 她那是迷途知返 你现在在找的话 你是会找跟上一个 懂我的意思了吧 还是 来 那你回答 我要再找的话 其实我想找一个和我在一起 共同奋斗 一起吃苦 一起享受 你的苦都吃得差不多了 你一把大苦都吃掉了 对 基本上她吃不了什么大苦的 基本上已经苦尽甘来了 然后我还希望对方有学历吧 有学历 来 10号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刚才您在唱歌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给您掌打拍子 但我觉得可能 您需要的那个女孩 是静静地听您唱歌 知道您在和母亲说话 她想静静地不要打扰你们 让你的妈妈听得更清楚 您需要的是一个更懂您 您也懂她的人 是 谢谢您 好 我们来看她的朋友采访 小王这人比较能吃苦 刚开店那会儿 每天起得最早 走得最晚 同行们叫她 都叫她王七早 用她自己的话说 早起的鸟有食吃 屋里一百多瓦琴 都得我一个人掌 然后卫生都得我搞 琴都得我卖 你店我店 是不是 你要再不来 这店是我的了 她呢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打呼噜 那我住在她隔壁 隔了两个 每天都地方打呼噜 整宿整宿让我睡不了觉 我觉得以后还有一个 有一个别的缺点 就是喜欢喝酒 然后也挺能喝的 但是不过她喝多了呢 从来不会干些 别的出格的事儿 最出格的事儿啊 就是抱着吉他 对着鱼唱情歌 您呢 有个老板样 顺便再涨点工资 这是最重要的 9号 你刚才片子看完了 你还留灯吗 我反而觉得我没办法 能够跟她达到一样的 我没那么坚强 明白 走之前有话要说吗 我想在这里 向我的爸爸和奶奶 还有我的家人 说一声新年快乐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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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位老师 加油 今天没有女生给我留灯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的学历 还有我对我的前女友那么那么爱吧 有很多关系 可是我自己一直在改变在学习 我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这人嘴比较笨 但是不会说会做 妈妈 我会尽早地为你找到一个儿媳妇 也会给你生一大胖小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佛山的 我叫张嘉欣 今年32岁 张嘉欣欢迎你 来自佛山 是吧 好高兴见到李梦培老师 太紧张了 因为今天郭老师来了 太荣幸了 我非常感谢大家最后来见我 是你来见我们 跟你开玩笑啊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个 张嘉欣是来自百合网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张嘉欣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6号 我心情有点不能平复 我知道你还在想前面那个 对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她 但是我可能不太能包容她 4号 我觉得她看上去感觉太不真诚 太油腔滑掉的样子 有吗 有啊 她上来就这样 然后动张希望 就感觉挺不真诚的 好吧 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张嘉欣 是张嘉欣 不是李嘉欣 经常有别人喊错 我都要纠正一下 我现在是一名国家二级企业培训师 主要做一些企业管理的培训 同时做一些企业的品牌推广 和品牌营销 我曾经在500强大企业工作10年 对于这10年 我自己有两种解读 一种是你在你待了10年 另一种是你在你待了10年 前一种的意思是 你能在一个大公司里做10年 说明你有一定的能力和耐心 后一种的意思是 你居然在一个公司里面待了10年 可见你的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 后来我还是同意了第二种说法 依然持了值 我曾经在03年的时候 就听过乐佳老师的课 这里还有乐佳老师的亲笔签名 那我也想像乐佳老师一样 做个坚实 执着 能帮助别人解决混货的人 你先给我们描述一下03年的乐佳 是什么样 她的英荣笑貌当时的 老师看起来就像当年一样 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你的VCR里面 确实用了很长的篇幅 来解释这10年 当然人生10年不是很长 也可以算很长 但是我觉得 如果放到另外一个维度来讲 如果人的婚姻一旦牵手之后 可能我们后面20年 30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那你如果从这10年的解读来看 我会更想了解你对婚姻 这个更加长远的这个东西 你是怎么来看的呢 其实工作跟生活 关于婚姻的话 其实我是希望用我一句话来表述 我经常说的是 爱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够 谢谢 7号 您好 有没有人说你的上半边的脸 长得像梁朝伟 就是你抬头纹的脸 抬头纹 抬眉毛的时候 那个 如果真说我像梁朝伟 我觉得眼神可能会比较有点像 哎呀 你真信啊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确实你确实长得很像梁朝伟 你还在开玩笑 对对对 好 来看下一条片 我有过五次恋爱经历 恋爱中的我会很投入 很迁就对方 就算两个人不合适 我也不会轻易的提分手 那分手以后 一般要等到对方找到下一个依靠 我才开始自己新的练起 试炼让人成熟 每次在请示范后 都会用一年的时间反省 学习新的东西 除了国家培训师之外 我还拿到心理自行师的知识 现在我对婚姻和恋爱都比较了解 所以不用太多的相处时间 我就可以知道两个人是不是合适在一起 所谓久病神秘 我从不给自己的另一半定具体的标准 因为这样很不现实 最不适合我的是占有欲特别强的女乡人 最理想的是互相认同 彼此支持对方的人 但最判备的是缺乏体见 比较听话的女生 如果对面的女生符合条件 请你看过来 15号 男嘉宾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的笑声是在工作练出来的 然后在VCR看到了你真正的笑容 我觉得你还是跟我们真是一点好 你这意思是她的那个笑容是职业化的 对 因为她怎么说 她是培兴教师嘛 明白 明白 然后她那笑容有一点怎么说呢 假 我感觉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四盏灯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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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2号 10号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 看大屏幕三个女生的直向基本资料 你选项继续了解 第八吧 介不介意跟公婆住 来看三个女孩的回答 2号 介意 觉得年轻人和长辈生活观念习惯差异较大 21号 不介意 现在就是跟爷爷奶奶住 应该可以和对方父母和平共处 10号 看情况 最好是能有自己的空间 但可以住得比较近 以方便照顾老人 好了 你还可以提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聊 你们能给我说一下 你看完了VCR 然后现场也看到我本人 那您觉得有什么地方是您比较认同的 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需要给予改进的 好吗 10号 我比较认同的是觉得感觉您是一个 比较善良的人 在恋情结束之后您都需要等到 那一位女孩子再找到新的恋情 您才肯就是去继续自己新的生活 就是在这方面需要改进一点 因为毕竟爱情结束了 您不需要对他再负任何的责任 21号 我觉得男嘉宾好的地方 大家也都看到了很喜欢你的微笑 然后其实我也是培训节老师 我是雅思老师 但是我就其实吧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类似这个行业的 所以对不起 2号 男嘉宾你好 刚才我觉得你再回答我的问题之后 说爱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够 我觉得这个观点我非常欣赏 但是人需要更有主见 去做出判断之后 就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应该继续生活继续向前走 谢谢 好 谢谢 好了 你要做最后的选择了 坚持选择21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带走一个 告诉我你的决定是 我坚持我的选择 好 两位女生请回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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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刚才都说了 不太喜欢找一个从事结 那个职业相近的 但是你还要争取一下 想清楚用什么话打动它 试一试 往前走几步 最后的时间争取一下 你对事情的一种看法比较独到 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 然后其实很多人都说 你站在这边其实挺优秀 但是一直没有人选 你做心动女生 那我希望能让你在这里多站一会 那我说完了吗 那我说完了吗 好 太好了 21号 谢谢男嘉宾 您很睿智 也感谢您这么善良的 希望我在这里多站一下 但是我还是愿意 在台上等待一下 我真正愿意的那个人出现 我会知道 OK 之前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不起 我希望您找到更适合您的 关心 谢谢 好 很遗憾 最近我发现也连续有好几个男生 在最后环节坚持心动女生的时候 最后的那个表达 对 实在是太糟糕了 好吧 也救不了你了 希望你下一次 这个能够知道怎么和 在和异性交往的时候 多 我跟你讲一下 10年以前 他参加的我的培训的课名是 如何成一个内向沉默寡言的人 变成一个话多的人 这是我10年前培训他的课室 完了 他这个药 药下得太猛了 这10年就没好过来 我在想 如果10年前 他没受过的课剧 是不是早结婚了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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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台上的时间呢 毕竟真的不多 那有很多女嘉宾说我笑的比较假 那这个其实我就无话可说呢 你看大家怎么去认识这个笑容 那希望如果您觉得还可以的话 到时候可以给我留信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们这节目每一期 基本上都会配成一个到两个男生 会牵手成功 今天一个都没成功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和郭德纲的到来 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着必然的本质的直接的连接 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郭老师 因为我分析不了 我没上过她的课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欢迎你 我特别愿意来 好 下回有热活尽量找我 好的 大家请回到我们的微博 报名来到节目现场 在《黑城污染》的舞台上 追求你们的幸福 节目最后感谢 布布高微博智能手机 和毕生源 感谢节目合作电商网站 京东商城和奥康企业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